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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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过着敬虔圣洁的生活 埃及代表顽固以及刚硬的心 不断的抗拒神 过着无畏以及放纵情侣的生活 我们信主了之后 我们的生命好像成了一个战场 一方面我们愿意随从圣灵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一方面我们身体里面的老我 常常被私欲牵引 叫我们去过一个败坏的生活 这里提到的这位混血儿 他不追求过一个圣洁敬虔的生活 反而不断的放纵自己的心思 行为以及最后 以至最后得罪人也得罪神 甚至咒诅神 他的结局就是必须被人用石头打死 在教会中我曾经看到有些人 在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 就会埋怨神说 神啊你为什么让我遇到这样的困难呢 他们让这种负面的思想不断的扩张 放纵自己无视乱想 甚至不再相信神的话 把埋怨神的心不断的扩大 甚至最后弃绝神 我的心愿就是这些离神而去的弟兄姐妹 终有一天 在他们遇见人生极大困难的时候 会想起那满有恩慈能帮助他的神 再次回头来屠靠神 希望他们不要越走越极端 公开反对亵渎神 以致走向永远的沉沦与灭亡 但愿我们这些仍然在基督里的人 常常被圣明牵引 活出圣洁 投靠神的生命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主啊让我们为着那些 履履而去的弟兄姐妹来祷告 他们听过你慈爱的声音 也尝过圣灵的大恩 在他们身上的作为 曾经开口占领你的伟大 但是现在因为不幸的恶心 占据了他们的思想 离里而去 主啊求你的恩典 再次领导他们 使他们心里面 仍然能够感受到你那美好的恩典 再一次投靠在你翅膀硬下 享受你的保护与平安 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 因为你的慈爱与恩典 我们得以存活 并且有永生的盼望 但愿你的国度早日降临 你的儿子耶稣基督 成为勇士的君王 统管一切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欢迎您下载4F领修档案继续的成修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